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双人篮网技术 双人篮网是在单人篮网基础上的集体配合战术 它需要篮网队员能够准确判断对方二传传球意图 并且根据所传出去的球迅速移动 与本方另外一名篮网队员进行配合,形成双人篮网 给对方进攻队员形成更大的阻碍及心理压力 双人篮网能够有效地加强篮网效果 也是主动得分的重要手段 下面我们来学习双人篮网 我们首先学习滑步篮网 一,准备姿势 两脚去中线20公分左右 双手抬起至两肩侧面,五指张开 二,移动脚步 沿着球网进行滑步移动 三,起跳篮网 滑步移动到目的位置后,与同伴同步起跳 起跳后,注意控制身体重心 不要向侧方飘移,以免撞到同伴 起跳后,头上仰,看着双手 双手过身,提肩压腕 五指张开,与同伴的拦网手臂形成均匀的覆盖面 接下来我们学习侧向助跑篮网 侧向助跑移动篮网的准备姿势 与滑步篮网相同 启动时,侧面对着球网 进行一步或两步助跑 摆臂转体与同伴同步起跳 起跳后控制好重心 五指张开绷紧,手尽量过深 下面我们进行练习 首先我们进行滑步移动双人拦网练习 首先由三名学生再往前四、三、二号位站好 其余同学在三号位同学身后三米线后排队 三号位同学准备好后,迅速向左或右移动 与四号位或二位同学形成双人拦网 拦网后,移动到边撤的同学留在原地 原来边撤的同学到队尾排队 练习方法同上 改滑步移动为侧向助跑移动 由三名同学交替在本方二号位进行双人拦网 其他同学在对方场地进行三号位扣球 进行移动拦网的队员要在三号位启动 待对方二传将球传出后放刻移动 由三名同学在本方往前进行拦网 往对面由一名二传传球和两名队员进行二号位或者四号位扣球 本方三号位拦网队员要根据对方二传所传出去的球进行判断 迅速移动 与本方边撤队员形成双人拦网 三号位队员拦网起跳时制动不够 容易造成重心位移过大 撞到同伴 影响双人拦网的配合效果 三号位队员移动蓝网时起跳点距离边撤队员过远 会导致两名蓝网队员手臂之间空隙过大 出现漏蓝线路 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再见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